好,接下来这个问题问说 一般的核能电厂来利用U的同位数进行核分裂的发电 那下列叙述何者是正确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它说U的同位数需要受到直指的撞击才能分裂 应该是中指哦,不是直指 所以A是错的 好,再来B 所使用的U的同位数没银木耳分裂之后所产生能量 大约是燃烧银木耳碳所产生能量的一万倍 这个也是错的 OK,好 那这个我们大概可以去想一下 这个分裂完所产生的能量 它其实是远大于这个碳燃烧的能量 不是只有一万倍而已 我们经过1等于Nc平方 这个C就是光速了3乘以10的8次方 你只要质量亏损掉一点点 你产生的能量就是10的10几次方 那个数量级 所以不是只有一万倍 一万倍只有四次方而已 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那么多 好,那再来 呃... C选项,原子经过核分裂反应前后原子种类改变 这是对的 核分裂之后啊,你的原子改变了 那原子的种类当然也改变了 好,再来 不同质量数 但是中性的时候有相同的电子数的原子称为同位数 好,我们再想一次哦 不同的质量数 质量数指的是上面这个 A 好,不同的质量数 那但是中性的时候拥有相同的电子数 中性的时候的电子数看这个 这个原子序代表的是直指数 你直指数有多少 中性的原子电子数都有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作是什么 看作是直指数相同 那上面又写质量数不同 那这样的话代表的是同位数 这个也是对的 好,再来一选项 原子核的放射性不受温度及压力的影响而改变 这个也是正确 原子核本身的放射性是跟它原子核的组成有关系 跟你外界的温度跟压力没有什么关系 好,所以这一题我们要选的是C住1